本地越来越多妇女迟婚迟运 加上政府在7月调高冻卵的年龄上限 近来有更多女性选择到生育中心进行冻卵程序 有业者表示过去几个月上门注册的人数翻了一倍 这些罐子就是用来储存卵子的用具 每个罐子里都充满液氮 以维持在摄氏零下196度的低温 每个罐子可容纳约160名女性的卵子 政府今年7月放宽条例 将女性合法动卵年龄上限 从35岁调高到37岁 业者表示高昂的费用和过程中需忍受的痛楚 都会让一些女性却步 伊丽莎白孕疫中心近来就接到不少单身女性的有关询问 受访医生指出动卵只是生儿育女的第一步 在几岁使用卵子也十分关键 因为随着年龄越大 受孕的几率也会下降